雅思忍着点 小人得罪了 我们还是绕路而行吧 顺顺的路 雅思何必绕行 你等不知 这路正是路过梁山 几个兄弟本我姓名 若来夺我了 妨精了你们 别误了你们的事 好 就义雅思 雅思救命啊 请你住手 哥哥用我上山 留他们何用 我说了 杀不得 哥哥 我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 快随我上山吧 兄弟们的情意送江领了 你们容我去江州劳城 起码回来再说 哥哥别走 是小弟做不得主啊 哥哥慢走 嫌疑受苦了 这是为我代价赐赐 我代价赐 我心里好不难受 兄长不可这样说 杀那妇人是我万不得已 把架打开 不 不中 是国家法度 不得闪开 今日兄弟们相聚 应该高兴才是 来 我先喝了这一碗 喝 当初 哥哥劝我上梁山 如今 哥哥为何不肯留下 兄弟不见我脸上 赐了两行金字吗 那又如何 老夫的话回家服法 赐配江州 人可半途而废 天王 日夜思念哥哥 四处寻法 只求能留下哥哥 共惧大义啊 我此事 喝酒 我们喝酒 天敌若肯留下 超该愿让出债主之位 敌 如今是 代罪之人 不由己啊 嗨 哥哥不见 我们这里的人 哪个不是杀人放火的 代罪之身呢 小弟也是被赐了金银 代罪夫法 这些被仇人害了性命 可不如 早上凉山 宋江临走时已答应老夫 让我江州服刑七马回来 再做商议 当初要不是哥哥 我才不上凉山呢 如今哥哥要走 我偏不放你走 就不要苦苦相逼了 江州服刑回来 再做商议吧 哦 我有个叫戴宗的兄弟 在江州劳营城中做两院接级 我给他写封信 一定会照料公民哥哥的 先你好自为之 长烧书信给我 哥哥请回吧 兄弟们请回吧 大哥 连水路雨尽 小弟只能送哥哥到此了 回去告诉朝天王 叫他只管放心 哥 到了江州 小弟有一事相求 有话请说 我有个兄弟 十三多年 听人说在江州见过 他与我有一字之差 名叫张顺 人称浪白条 大哥到了江州 帮我打听一下 给张衡烧个信来 你放心 宋江记住了 大哥 好走 不要 我 我 做 啊 我 我 啊 我 你 我 我 啊 我 我 我 你 我 谢谢观看